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觉得孩子有问题的父母 经常是你在阻碍你的孩子 你在妨碍你的孩子 你的所作所为 你每天对孩子说的话 对孩子一点帮助都没有 其实甚至是在干扰 是在妨碍这个孩子去了解自己 去探讨探索他的人生的道路 在哪里要怎么做 我们没有帮助我们什么 我们甚至是妨碍他 所以我会觉得怎么样帮助这些父母 使得父母在孩子进入青少年 到走出青少年这个阶段 父母在孩子的生命里面扮演的是真的是一个 一个协助的支持的角色 而不是阻碍妨碍孩子的角色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成立EQ协会 为什么我们会推动这么多父母学习的这些 这些读书会或者是成长班工作方讲座 其实关键也是在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想法 他怎么看待孩子很重要 那就是父母也要去了解 尤其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 因为他从国小到国中 是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然后包括他们自己身体也在一个做改变成长的一些 非常跟小时候国小阶段跟到青少年 其实在生理跟心理都有很大的变化 你想想看 我当初我在中学教书 我教我带一个班是从高一带到高三 那你可以想像说一个高一的学生 他经过了小学的六年又经过国中的三年 九年在一个孩子 因为你进入高一是十五岁十六岁 十六岁的孩子有九年的小学跟国中的阶段 如果他不是一个很会读书 不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一个孩子 那可能从小学一年级 就经常是在被骂被羞辱 甚至被处罚被打 因为书读不好考试考不好 然后不断的被否定 不断的被羞辱到高一 你说他的自我的感觉 自我的形象 自我的价值会是什么呢 那我教的一个学校是私立的学校 也不算是非常好的学校 然后我带了一个班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班 因为我是学数学的 所以我本来是应该要带普通科的数学老师 我不是只教数学 但是我那个学校普通科并没有办得很好 所以那一年招生就比预定的班数少一班 本来要招八班结果只招了七班 但是我那个学校的美工科办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招生比预定的学生还要多 而且多出来一班 如果他们本来要招八班 结果招来了九班的学生 所以学校教务处就思考 就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 就把这个美工科的学生里面 可能找出一些也许成绩比较好一点的 或者是反正他们不知道怎么挑 就是搞了一个班 弄到普通科来 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美术升学班 而且还叫做实验班 美术升学实验班 然后我就是那一班的导师 高一的时候我们开学的第一天 大家一坐到教室里面来 我站在讲台上 我看下去底下的同学 我静静的一句话都不说的 我看从第一排看到最后一排 从前面看到后面 我发现没有一个学生抬头看 他们的眼神不敢跟我对焦 所以我就会知道说这些孩子 就是绝大部分都是没有自信的 甚至很害怕被看见被发现 所以他怕你会看见他 所以他以为他不看你 你就会看不到他 这样的孩子你怎么期望三年毕业之后 他可以考上一个大学 在我进到这个学校去教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升学率 我们普通科毕业生有八班 升学率应届考上大学的两科 八个班级考上大学的两科 所以升学率很低 那我这个班级我带了三年 我应届考上大学的 大概好像也只有两个 然后隔年他们重考大概有十个 然后有些人又隔年再重考 有一个女生甚至跟我讲说 刘老师我考不上大学 我绝对不会嫁人 所以他考了十年 终于让他考上大学 哇 好有毅力喔 对 所以到最后我这个班 没有念大学的 一个班毕业大概四十个人 没有念大学的大概只有三个或四个 哇 那怎么样激发 这个孩子的斗志或者兴趣 所以很多高中的学生高一的学生 我第一堂课我就会问他们 你将来想做什么 应该很多孩子打不出来吧 是 绝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的小孩 会回答我不知道 那我觉得他是高一 他不知道 甚至大学一年级不知道的也很多 何况高一呢 所以我都会觉得这是很正常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要开始去问自己 我将来要做什么 那何况我教的是美术升学班 那只有一个目的啊 就是老大学的美术系啊 如果你不是这个目的了 那你在这个班 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跟随这些课业啊 不管是学科 术科 你怎么去跟人 然后你平常生活跟人家 你怎么交谈 怎么互动呢 因为如果大家的目标都是这样 而你的目标不是这样 就好像你搭错火车一样 对不对 你要去台北的 结果你搭到一班去高雄的 那你怎么办呢 这个车子不是要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一开始我就会劝他们说 你要想清楚 你是不是在你最想搭的那一班车子上面 如果不是的赶快下车 谢谢你观看我们的影片 如果你很喜欢 欢迎你按赞 分享 然后订阅 如果你对我们的影片有任何的疑问 想要了解更深入的话 就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写到我们的email rjliu1126小老鼠7mail.com